新婚之夜 清清姐 明日就是新婚之夜了 你怎么闷闷不落的 是不是我哥哥又惹你生气了 没有 我是一想到 明天要被送到曝光师那儿 我就有点害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新婚之夜 新郎要是溅了血 就会有血光之灾 可恶 连柳青青家都找不到吃的 一天没吃东西了 清清姐 你长得这么好看 连我见了 都想摸一摸 讨厌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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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来人啊 敢偷看我嫂子洗澡 我打死你 清清姐 别打了我是小北 秦小北 你为什么偷看我洗澡啊 不是的 我不是故意看你的 我就是过来找吃的 然后我 秦秦姐 对不起我错了 给我一次机会吧 原谅我吧 秦秦姐真好看 这要是回老婆多好啊 你还看 小小年纪不学好 你小心我让雨萱哥教训你 灵灵 算了 你让她走吧 这钟声 是破坏师出事了 你小子 算你今天走运 还不快走 金阳神功 一随气息 丹炉火候 知进知退 九转灵丹 岂有此生 实际收获了 村长 破坏师的休眠越来越短 这才三年时间不到 新上任破坏师就死了 这没有破坏师给新娘子开关 这以后谁敢嫁到我们村里来吧 我家雨萱明天就要娶青了 这可如何是好 六老爷呢 六老爷 我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合适的人选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今年刚满十八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天呐 你现在就去江潇北家 万一他不愿意怎么办 不愿意 六爷 村长 我江潇北从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如果没有村里人的一周一饭 我不可能活到今天 我这条命 都是村里给的 所以能给村里做点贡献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 好 明日就举行破坏师 继任一事 我这种出牛棚的穷鬼 也不可能有姑娘嫁给我 我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做了破坏师 我能帮助更多的人 好够打一辈子光棍 童袁村 第三十二代破坏师继任一事 正式开始 新任破坏师江潇北 年满十八 自愿继任破坏师 以保我足 世代绵延 长盛不衰 滴血 沙盟 赵家捐良田吾母 李家赠白银十两 何家捐无心小屋一组 李长 小北 你以后就是我们村的破光师了 今晚赵家迎娶柳家姑娘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知道 没想到 我的第一个女人竟然是柳青青 江小北啊江小北 你真是厌赴不及 柳姑娘 我会在这里等着的 不要误了开心时间 江小北 手上怎么都是汗呀 那个 那个白手帕不能弄脏 六老爷交代过来 你少拿六老爷压我 六老爷管天管地 还能管得了一条手帕 那个手帕是用来 用来 我跟你说不了那么多 江小北 江小北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 不觉得孤单吗 我是一个孤儿 一个人吃一个人睡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吃得饱不饱 穿得暖不暖 清清姐 你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 谁关心你了 我只是 你忘了 我小时候还天天追着你打呢 那咋能忘了 我现在想一想我这儿还疼呢 以前 我每次逃不到饭吃的时候 清清姐 你准会给我好吃的 小北 我知道你也是个可怜人 其实这么多年 我心里都一直是把你当弟弟的 今天晚上 要不 我们还是算了 那不可能 村子的人要是知道我把规矩坏了 那不得打死我 之前村子有一个李青山 有点文化 他非不让他的老婆李玉莲 新婚的时候让那个破光师破光 结果 新婚当天暴毙在床上 那个李玉莲也疯了 这么恐怖 那就赶紧开始吧 早办完早解脱 这个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盗手的鸭子差点飞了 那 快把衣服脱了吧 原来女人害羞的样子这么美 青小北 你 你怎么流鼻血了 我 我 哎呀 我一定是晚上吃太补了 你别管那么多了 你赶紧把衣服脱了 躺床上去 哦 你要是把我弄疼了 你就死定了 怎么没见红啊 没成功 不是 你搞什么 这都一晚上了你都没成功 我这不是第一次当破光师吗 没经验没成功很正常 要不 要不咱们再来一次呗 我才不要 我要走了 赵家还等着我开席呢 那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你丈夫要是出了事 你可不能怪我啊 呸呸呸 你赶紧闭上你的乌鸦嘴 我警告你啊 这种不吉利的话 你可不能再说了 人家姑娘 可以走了吗 赵家派人催了 阿妩马上 来了来了 你要干什么 把手给我 快点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我 就连打人都这么好看 来来来 大家吃好 吃好 女儿关系这么好看 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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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你怎么才来啊 来来来来 你可是我们赵家派人 走 走 一个臭乞丐而已 也配做主桌 林灵妹妹 我现在可是破光师 等你结婚的时候 你不准备把我放主桌啊 我才不要给你 想小北 臭流氓 来 诶 语盒 过来过来 给小北敬一杯 兄弟 谢谢你帮我挡了菜 这酒我干了 你随意 语盒 你不能再喝了 再喝就要醉了 没事 一杯酒而已 这么护着她 我偏要灌她酒 来兄弟再干一杯 来 没事没事 来干杯 来 乡亲们 咱们一起祝福一下他们 好 来 准备 好 来 好 语盒 走 这酒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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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北 我饶不了你 这两人 怎么有些不对劲 柳青青的第一个男人 本来应该是我的 也不知道赵阳见了血 会不会来找我 不要碰他 别碰他 不要碰他 不要碰他 原来是在做梦 小北 不好了 出事了 赵阳西红当晚死了 柳青青被赵家人绑了起来 六老爷要你快过去 完了 柳青青不会把我供出去了吧 我要不然还是跑了算了 可我要是走了 柳青青就死定了 打不了一死 一人做事一人当 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让女人给我背过 好 我这就来 咱们老赵家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昨天才刚办了喜事 今天就要办丧事啊 柳青青 都是你害死了我哥 都是你这个贱人 害死了我哥 我打死你 不了 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是个贱人害死了我哥 打死都是青的 江小北 江小北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大哥会突然暴毙 江小北 你老实交代 昨天晚上是什么情况 死就死吧 都是 都是因为我 是 是 是我不愿意让江小北碰我 才导致雨昂 柳青青 没想到真的是你害死了我哥 赵家到底哪一天得罪你了 你要这样加害我儿子 是我第一次破光没经验才失败的 跟他没关系 你个小别三 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二叔 你听到了吗 都是这个江小北他自己不行 按照我们村的习俗 像这种混蛋 就应该烧死 村长 六爷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前任破光师 他刚死 现在就要 烧死江小北 今后要是 谁家 女儿再出嫁 没有破光师 六爷 要是你们今天 不给我个说法的话 我今天就磕死在这里 没错 承天 必须给我们家一个说法 江小北可是滴了血 受了村里人磕头的 今天你们不烧死他 怎么回去交代 好 那柳青青一个黄花大闺女 太休了 不懂事 受点罚就算了吧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愿意配合 才导致破光失败的 所有的一切 我来承担 柳青青 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混着这个江小北 我看你们俩早就够搭在一起 故意害死我哥 想跟这个混账私奔 你血口喷人 你还狡辩 早在大哥婚礼上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你对这个混蛋有意思 什么 有心情对我有意思 他情愿自己烧死 也要护着我 我江小北死也无憾了 别吵了 别错 宗旨法不可为 如果我实实职 就该付出代价 把他们两个一起烧死 江小北 你无富翁 支持村里百家贩长大的 你当上了破光师 却办事不力 依照村里的习俗 破光师破光失败 就应当被烧死 原来是破光失败啊 可惜了 听说是柳青青 不愿意配合 才开光失败的 早就说了 祖宗之法不可变 我还不想死 还是被火烧死 想想就觉得恐怖 小北 我好害怕呀 刘青青 我江小北对不起你 如果有下辈子 你做我老婆吧 我一定好好对你 江小北 要是真有下辈子 我就给你生 十个挖八个崽 我累死你 好 既然你说了 你可不许骗我啊 这都死到临头了 还有心思在这儿 谈情说爱呀 刘青青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现在求我 我或许 可以向二叔求个起 饶你一命 反正都是我们赵家的媳妇 大哥走了 我会好好对你 嫂子 嘿 真恶心 不要你 小子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我只是觉得你 像个苍蝇在那里 嗡嗡嗡嗡嗡 怪烦人的 好 我估计 再让你得瑟一下 反正你马上 就是个死人了 我没必要跟个死人 在这计较 雨萱 别火 好嘞 二叔 江小北 你敢惹我 下第一去吧 下辈子见到我 记得绕着走 哥 我为你报仇了 东风亭 烧展出 亦想要我 不发 畅畅出 蝎蝎 蝎蝎 谁说不是呢 年纪轻轻就被烧死 真可惜 烈火更致 亦想要我 我将怕那大事散烂 灰飞燕灭 火炙天 雨萱 雨萱可以瘾 瘾 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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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瘦瘦 雨萱 雨萱 小北 天佑我桃源村的 这都清光 晋阳神光啊 有天命破光师 光能拥有 江小北 就是天命破光师 江小北 是天命破光师 小子 居然让我发现了 传说中的天命破光师 既然如此 你 江小北 就是第一代天命破光师 细尘丹子 意念合一 受我传承 我乃第一代天命破光师 尔等还不快速速 俯首臣服 拜见天命破光师 大家不要被江小北的 戏法给变了 你们也不想想 就凭这小子 他怎么可能是 传说中的天命破光师 混账 天命破光师不行 你小子 死一万岁都不够 村长 你糊涂 你们都被这个小子骗了 我从小就看着小江长大的 怎么突然变成天命破光师了 这也太奇怪了吧 天命破光师降临 可是我们桃源村 莫大的福气啊 你们这样不敬 可是会惹神明 震怒的 江小北 不 江大师 请您收我为徒 这丫头 刚刚还叫嚷着要烧死我和柳青青为她哥报仇 突然之间要拜师 罢了 也是我欠赵说的 不答应你 谢谢师父 灵灵 你哥哥还睡在棺材里头 尸骨为寒 你怎么拜一个仇人为师 爹 江小北现在是天命破光师 全村人都站在他这边 我拜他为师 既可以学功夫 也可以找机会报仇 那也只好这样了 但是你要当心啊 我们走吧 江小北 站住 怎么 不服啊 还想跟我打一架吗 那柳青青是我们赵家 真金白银娶回来的媳妇 得跟我们回去 给我二叔养老送终啊 干嘛 全村的人都在这 你打的什么算盘 小爷我还不知道吗 你再敢多说 当心我废了 我爹才是一家之主 这里还轮不到你们说话 爹 你怎么说 别抵他 这骚不惊 还没有资格敬护赵家 走走走 散了散了 都是你害的 全村的人都看不起我 赵家也不要我了 我爸妈也嫌弃我 连我要被烧死了 都不来看我 我这下无家可归了 走吧 跟我回家吧 江小北 你要是敢欺负我 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你们果然早就有坚强 柳青青 你等着瞧 过来呀 把衣服脱了吧 你 你想干嘛 你不是说 就要给我生十个娃八个仔的吗 我说的是下辈子 我可没说是这辈子 你 你别胡来 你不脱衣服 我怎么能给你擦药 我不给你擦药 你的伤口化瘀了 你还怎么给我生在啊 原来是擦药 你转过去 你身上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都看过了呀 转过去 我转我转 转过来吧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乱看的话 我就挖掉你的眼珠子 轻轻 是我让你受苦了 我江小北发誓 这辈子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才不要你对我好呢 你好好擦药 你要是弄疼我了 你就死定了 好 江小北 轻点 好啊 还说你们没有奸情 被我抓到现行了吧 赵玲玲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学艺 在我没有学到神功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的 屈言覆试 柳青青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你就是个墙头草 之前小北无权无势的时候 你口口声声为兄复仇 现在看到他今非昔比了 这么着急贴上来 屈言覆试 柳青青 我早觉得你是个荡妇了 我哥尸骨未寒 你又跑来勾待我师父 水性洋花 你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就是单纯地帮青青擦药 不行 柳青青怎么说也是我赵家的人 绝不能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男女瘦瘦不亲 擦药这种事还是我来吧 我已经给他擦完了 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 这里不欢迎你 师父 你也不欢迎玲玲吗 我 学手艺当然没关系 但是也没必要这么晚过来吧 师父 这么晚了 灵灵一个人回去也不安全 你不会真的要赶我走吧 既然这么说的话 要不咱仨 一块睡 你说什么 收起你那副娇柔作作的模样 这里可没男人 你今天暂且因为江小北捡回一命 今后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你哥的事情 我也很抱歉 我会补偿你的 谁要你的补偿 你的补偿能让我哥活过来吗 柳青青 这还只是开始 师父 咋 赵灵灵 师父 这是我亲自喂鸟的桂花掩耳粥 你快趁热喝吧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轻轻 你也来了 无论如何 不能被这丫头逼下去 小北 这是我亲手喂你熬的鸡汤 趁热尝尝 师父 连连熬的粥可甜了 来 张嘴 这两个女人今天是怎么了 这么殷勤 江小北 你别忘了 我才是你的青梅竹马 这青梅竹马怎么了 哪有师徒亲啊 你说是吧 师父 江小北 我今天就问你 今天这个家 你选他还是选我 师父 你快告诉这个女人 有我没他 别吵了 烦死了 我想静静 你听到没 我师父说不想看见你 你还来自这干什么 江小北 你个乌龟王八蛋 柳青青 离开了江小北 我看你还有什么遗仗 哎 清江 师父 你看我都来了这么久了 你什么时候教我学功夫啊 为师现在没有心情教你学功夫 师父 灵芸现在就想学呢 现在 现在 这是为师欠下的债 走吧 好美啊 师父 你是怎么找到先天茂气 这么不俗的地方的 灵灵 金阳神宫刚进霸道 不是以女子修理 不过 为师想了一个 适宜女子修炼之法 但过程极其痛苦 你可害怕 师父 我不怕 你放心 师父会作为你的护法 顾你周全 不过你得记牢了 必须得心无杂念 否则 清则 散功反世 重则重伤 丧命 好了 师父 我知道了 咱们快点开始吧 还有一点 子宫乃 阴阳何修 咱们必须得脱掉衣服才 什么 我 脱 脱衣服 我必须早点学会神功 才能找柳青青报仇 灵阳 要不 师父教你点别的吧 师父 我 我脱 咱们开始吧 灵力身材居然这么好 师父 你还看 咱们现在开始吧 灵灵 你跟着师父念口去 金阳神功 一随气行 金阳神功 一随气行 丹炉火候 知进之退 丹炉火候 知进之退 九转灵丹 气有此生 稍后师父会把金阳灵力 汇聚于掌心 我会把灵气 温养你的筋脉 你只需要口念 运斩灵力几个 师父 我知道了 开始吧 灵灵 硬直住 还差最后一步 师父 灵灵好难受 灵灵 收点心神 全神贯注 灵灵 你没事吧 师父 灵灵好难受 灵灵会死吗 你说什么傻话呢 师父 灵灵好像成功了 恭喜你 灵灵 你以后稍加练习 你就能掌握这本神功了 师父 我好冷 灵灵 你现在是刚炼成真气 你身体忽冷忽热很正常 你别担心 从没人像师父这样关心照顾我 师父 师父 你对灵灵真好 说什么傻话呢 你是我唯一的徒弟 我对你再好都不为过 时间差不多了 柳青青那边该去说晚了 我该去看看 江小北 还说要一辈子对我好 结果赵灵灵一来 都不向着我说话 真是 浑蛋 美女 别急着走嘛 好狗不挡道 让开 别碰我 还是个性子烈的 我喜欢 把他给我架下来 干什么 放开我 混蛋 美女 你越反抗 我越兴奋 等等 赵灵灵 柳青青 没想到 你也有今天 赵灵灵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还不算太蠢 杀凶之仇 我岂能罢休 所以你是故意接近江小北 然后逼走我 就是为了今天 没错 既可以学神功 又可以对付你这个贱女人 何乐而不为呢 赵灵灵 你真卑鄙 小北还真是错看你了 还不快动手 小心着点 别给我打死了 放心 这样的美人胚子 我肯定会怜香惜玉啊 大哥死得真惨 那就让我来替他好好享受一下 人渣 对 这样 我让你玩个刺激 哈哈哈哈 放开他 陈云飞 你越见了 这跟我们讲好的不一样吧 哪不一样啊 不是你让我教训一下他吧 我这样教训 他是不是印象更深刻 啊 我只是让你给他一点皮肉之苦 替我哥报仇 不希望你最多余的事 灵灵 你是不是吃醋了 也对 我们成婚在即 你不想看到我跟别的女人亲 也是可以理解 这样 你们两个一起上 我也不是不行 你 你先好尝试一下 五嫂双飞 哈哈哈哈 你给我滚开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不迟早的事吗 啊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我绝对不会找你帮忙 嗚呼呼 那你现在知道啦 哇啦 你们两个 现在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逃不出我的手掌吸引 混蛋 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尝尝金瑶神弓的厉害 哎哟 喵 来 来 来 啊 啊 啊 白狗 哎 哎 哎 怎么可能你 我已经学会了金阳神根 实相了 就赶紧给我滚 给我上 上 上啊 给我上 这 哈哈 你不是很能打吗 你接着来呀 啊 我 柳青青 明明是我害你在先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刚才不是也保护我了吗 我就算不是你师娘了 我也算你半个嫂子 于情于理 我都该护着你 陈云飞 你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放玲玲离开 你们两个 一个都跑不掉 今天我要让你们俩 在我身下求饶 带走 怎么了 赵玲玲 刘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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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玲玲 快上车 我带你去找赵玲玲和刘青青 好 陈云飞 陈云飞 你个人渣费类 你不得好死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别闹 干什么事 我 小子 没事吧 师父小心 哎呀 动手 啊 师父 波尔 玲玲 放心 只要有师父在 不会让你受伤你啊 陈云 你没事吧 关心你的好多人 哎呀 哪一个不着眼的敢打我 是小爷我 江小北 你这个废物也敢打我 你不要命啊 你是不是滚腻了 江小北 你不就走运当了个破光师吗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也敢坏飞鸽的好事 我江小北最恨欺负女人的软蛋 今天你们欺负的又是我江小北的女人 今天 我就替天行道 收拾你们几个败类 江小北 这是你自己找死啊 怨不得我 一起上 我今天是陈二和 你敢打我 你要完蛋 今天 我就替你爹教训一下你这个败类 你那车格的 你不能杀我 啊 师父 等等 玲玲 她都这样欺负你了 你为什么还帮她求情 师父 还不快走 江小北 这笔让我记住了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快快快 哎 师父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是那个女人骑摩托带我来这儿的 多亏你再无一程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倩倩姐 你怎么来了 你们认识 你就是江小北 怎么了 你听过小爷我的传说 我 这一巴掌 我打你害死羽王阁 你谁啊 你为什么打小北啊 对啊 这一巴掌 我打你霸占玲玲嫂子 这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玲玲 跟我走 倩倩姐 我不赶紧回去 这一巴掌 我打你毁了玲玲的一声 妈了个巴子的 我平时不打女人的 但是你要这样 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你想怎样 你这人怎么 我真是怕了你们女人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和她这种人渣 有什么好说的 玲玲 跟我回家 我 玲玲 不能走 你嫁给她不会幸福的 她就是个混蛋 对啊玲玲 这关系惹你的终身幸福 你得慎重考虑 玲玲 你就算不为了自己考虑 也要为叔叔考虑啊 你忘了 你爹的病还需要 陈月飞她父亲治疗啊 赵叔的病我能治 我 你在胡说八道下什么 你害死玲玲 你害死玲玲哥哥还不够 现在还要害死赵叔吗 出了问题 你能承担得起吗 这不关小北的事 玲玲是我害死的 还赵家要打要骂 我都受你 你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了 别吵了 倩倩姐 自从你给我挨了一巴掌之后 我就已经原谅你了 我哥的事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你们 你和师父对我都很好 但是 我还是要嫁给陈月飞 倩倩姐 我们走吧 好 玲玲 玲玲 小北 你一定想办法救救玲玲 那陈月飞就是个混蛋 你不能让她嫁给她 你放心 玲玲是我徒弟 不管发生任何事 都会保护她 我的好玲玲 你怎么又哭了 我看得出来 你对江小北那小子动了心 你要是后悔了 我现在就带你走 可是我走了 我爹怎么办 我爹的病只有陈儿和才能救 那个江小北 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我说了 你也不会懂 师父 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你想做一件事 他会想风设法地帮你 你遇到危险时 他会挺身而出 总之 只要你接触过他 这个世界上 就不会再有男人入你的眼 你 不 师父 你放心 只要有师父在 不会让你受伤 这男人 这男人真有这么好吗 能让玲玲 连杀兄之仇都能放下 玲玲 你今晚不是还要去找江小北破光吗 她之前说过 她有办法的 不然你们再商量一下 说不定有两全其美的法子 不行 不能把师父牵扯进来 这样会害了她的 要不我们今天晚上 带玲玲离开孙子吧 总好过看着她 往火坑跳啊 我一会儿好好劝劝她 希望她能灰心转意 小北 快看 玲玲来了 你今天晚上 你一定要好好劝劝她 我一会儿跟她好好谈谈 破光师 赵家小女赵玲玲来接受仪式 请破光师迎接 看来我们的破光师 又要开始上班了 这一次可别像上次一样 师 师父 我还没有准备好 玲玲 你真的决定好要嫁给陈云飞了吗 其实师父可以去 师父 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好了 你决定好了 你不知道陈云飞是什么人吗 你非得执意要嫁给他 师父 我已经失去我哥了 我怎么能看着我爹再出事呢 玲玲 你要相信师父 你把一切都交给师父 我一定可以让你 师父 今晚是玲玲的新婚之夜 喝了这杯酒 玲玲 玲玲就可以没有遗憾地出嫁了 好 师父祝你新婚快乐 我干了 师父 你可真没意思 酒可不是这么喝的 那应该怎么喝 新婚之夜 当然是要喝交杯酒了 甚至是 不是 我 我 给你 你 你 我 我 就 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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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灵 你这是什么酒啊 我怎么觉得这么热 师父 你会一直对灵灵好吗 师父什么时候骗过灵灵 我就知道 师父一定不会骗我的 灵灵 灵灵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师父 灵灵可是第一次 你可要轻点 人家怕疼 师父 灵灵 师父不能这么做 师父 你是不喜欢灵灵了吗 不 师父 师父怎么可能不喜欢灵灵的呢 师父 你本来就是破光师 我们不是在做该做的事吗 难道连你也嫌弃灵灵吗 师父不是那个意思 师父 只要你不嫌弃灵灵 那你就要了我不师父 灵灵 师父 如果可以 我真的好想跟你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灵灵 你别走 你别嫁给陈云飞 师父 师父 对不起 这是我的选择 我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 赵家姑娘 及时已到 陈家派人来催了 闹洞房 闹洞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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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江小北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 江小北 醒醒啊 江小北 灵灵 灵灵 还灵灵呢 她都快成全家媳妇了 莽然还睡得这么香 婚礼 糟了 婚礼开始了吗 婚礼都快结束了 生命都快煮成熟饭了 陈云飞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园房啊 我老爹 可是等着抱孙子呢 你要是敢碰我 我就死给你看 想死啊 你现在嫁的是我的人 别忘了 你爹的病 还等着我爹来治呢 江小北 你来干什么 我来阻止陈云飞和灵灵结婚 别以为你是破光师 就可以为所欲为 识相的话 快点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拦不住你 既然你想看 我就陪你好好闹一闹 来 老上 你们谁敢动 小北哥 小北 放开我 小北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还是喜欢看你 桀架不训灵 你也要拦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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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师父 救我 我说张小北 你亲人太甚了吧 你敢来抢亲 你这个人家 你居然敢这样虐待灵灵 饶不了你 我俩是合法夫妻 不能饶你来管吗 你闭嘴 今天这事 小爷我管定 不 张灵灵 想清楚啊 你现在走出去 你爹那个事 我可就不敢保证了啊 师父 你走吧 这是灵灵的命 川儿和师父亲 是立八乡有名的医生 就连诗医院的院长 都是他的弟子 如果我不嫁给陈云飞 别说他爹不给我爹治疗 恐怕整个南省的人 不会有人愿意 给我爹治病 没错 张小北 家父 陈二 南省医生 无论是谁 都得给我陈家一个面 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是迷同之法 给我跪下磕子 再想我俩 你 我说不定 就考虑一下 留你一条狗面 陈云飞 你要是再敢罗组 下磕子 我会这么轻易放 你别担心 我可以给伯父治病 师父 你会治病 我不仅会治病 我还能让伯父年轻十岁 江小北 你没有看到灵灵被陈云飞 虐成什么样了吗 你还要拦我 江小北 我是来帮你们的 我们快带灵灵离开吧 江小北 你来干什么 爹呀 我被人打了 灵灵 你怎么能打云飞呢 爹 我不喜欢陈云飞 我不想嫁给他 混账东西 你不管你爹了 赵叔 你的情况我知道 但是不管陈云飞的艺术 有多高 你也不应该卖自己的女 我们陈赵两家 洗劫连礼 猪连碧合 怎么到了你这个黄口小儿嘴里 变成了 外儿育女 是啊 小北 我就搞不懂了 我赵家哪一点得罪了你 当初 宇阳那件事情 我就没有追查到底 连那个柳青青那小丫头 也是看在你破光师的字上放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你老是祸害我们赵家 那个陈云飞 他就是个人渣 是啊 赵叔 你看他都把灵灵打成什么样了 绝对不能让灵灵 嫁给这种畜生 你令原始如此态度 我看我们两家 还是不结情 算了吧 轮不到你做决定 快给我过来 爹 和谁生活 应该由我自己选择 我自己做决定 赵玲玲 你不怪你爹死活了 亲家公 亲家公 陈叔 我爹情况如何了 现在知道关心你爹了 刚才不是要跟这野男人跑路吗 你去跑啊 令尊 胸口欲竭 急火攻心 伤及肺腹 我刚刚 已经为他施针 吊着最后一口气 恐怕 实物多了 陈叔 你要不再检查检查 不要妄下结论 江小北 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 那也不是质疑你的医术 只不过 只不过现在有些人 借着医治的广子 实际上是搜刮民之民膏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和你的观点不同 陈叔觉得不能治 我觉得可以治 不如让我来治 你得了吧你 整个桃园村谁不知道 你就是个乞丐 到处要饭 大字都不是几个 在这说这种大话 我没有说我的医术 比陈叔好 但我要说的是 我可以治好赵叔的病 胡闹 江小北 你只是当了什么破光师 就以为自己 是这头有脸的人物吗 在大家眼里 你江小北 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 短命鬼事了 而我才是大家认可 一时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能不能想办法救救我爹 你叫什么叫 他不是说比我爹厉害吗 你让他去 林灵 你放心吧 我会治好你爹 年轻人 不要以为看了起研医书 就可以替人看病 你还真敢伤啊 你别为了装逼 打肿脸冲胖子啊 你就不会语书 你这是在杀人 生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 金阳神功 一嘴气心 但炉火后 知尽之退 九转灵丹 岂有此生 这是 这是金阳神针 江小北一个破乞丐 怎么会金阳神针的 我没看错吧 赵书的手指 竟然动了 这 这一定是回国返赵 结束了吗 师父 那我爹什么时候可以醒啊 他很快就会醒过来 灵灵 你爹已经走了 亲爱吧 爹 爹 赵玲玲啊 都是你害死了你爹 你错心了奸人哪 玲玲 你不要太自责 你爹身体本来就不好 赵玲玲 你错心奸人 才导致你爹惨死 赵玲玲 你已经铸成大错了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守着你的仇人 你要是下不去守 我来一样的 怎么 既吃不既打 是不是觉得你旁边有人了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江小北 你为了霸占赵玲玲 害死了赵兄 现在又来欺负我儿了 是吗 你是不是以为 自己有金阳神功 就可以为所欲为 赵玲玲啊 你亲爹还有亲哥 都被他害死了 你对得起他们吗 来啊 上啊 谁说我害死赵叔了 赵叔现在人就躺在这儿 你还想找遍啊 我数三个数他就能复 三 江小北 你少在那里装身弄鬼 二 你在这儿故弄玄虚有用吗 你能把他救活 一 江小北 事到如今 你还想 赵叔在哪儿葫芦 爹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这不可能啊 这 我爹行音二身记载 怎么可能看走眼啊 我就知道师父不会骗我的 看来是我看走眼了 没想到这个江小北 还真有些本事在身上 陈安和 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年事已高 老眼昏花 误诊也很正常啊 听到没有 师误诊 他江小北就是误打误撞 实地上 赵叔还是我爹治好的 为了赵兄的身体着想 还是把他搬到我的诊所 我再好好研究一个治疗方案 为赵兄好好治疗 你们神鼠一窝 带毒心肠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不信 那你等着给他收尸吧你 这不是还有我的吗 赵叔都不是你治好的 你再有个屁用啊 你还说不是我治好的 你们所有人都看见了 我一针下去 赵叔的淤血被我扎通了 所以才醒过来着 年轻人 浩大喜功也很正常 不要一味地 把功劳全部推在你身上 陈二和 陈二和 事到如今 你还要当众撒谎到什么时候啊 小北啊 今天要不是你的话 我就会被这老东西啊 狂骗一辈子 赵兄啊 你什么意思 我这么多年为你治病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再加上 我们两家是亲家 你怎么帮一个外人说话呢 外人 在你陈二和的治疗下 我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 钱没少话 你们 你们就是爬在我身上的 溪水的水质 不把我赵家 乍堪 你们是不会罢休的 小北啊 赵叔 错怪了你 你今天这一针啊 让我年轻了二十岁 江小北 真没想到 你还真有两下子 真人不露相啊 我师父可厉害了 这还只是冰山一脚呢 你这是 阿强小北就算真有医术 也没地儿给他治病 他连药材来源都没有 对啊 谁说没有药材来源 我代表刘氏商会 向桃园圈投资医馆 以后所有的药材 由我刘晓的欠福子 你这是 刚才说我误会你 我向你道歉 有了药材来源 也要有六爷匹敌 你觉得六爷会帮你 六老爷到 六老爷 清清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出事 我就把六老爷找来了 清清 你对我真好 天佑我桃园村的 小北 你就是我们桃园村的福星啊 六爷 你也袒护江小北 我告诉你 这个老不死 你要是敢骗他 我们再也不给你 桃园村治病了 小北 你愿意为桃园村的 乡亲们治病吗 我愿意 桃园村医馆 就靠你了 江小北 定不辱命 那你今后 林真平庙上 白衣品担心 全心全意为村民们 做治病疗伤 你真是好样的 你没有辜负六老爷的期望 你是桃园村的好难儿 你 你就才有地有医馆又怎么样 你一个人能完成采药 跟监主工作吗 我可以做帮工啊 我之前为了照顾爹 在城里学过这些 我也可以 只要能跟小北在一起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桃园村 早就收够了 你们陈家的支配 就凭你们这几个 也想把医馆开起来 你们趁人说梦 我们家有小三轮 可以帮你们送药 我也来帮忙 做什么都可以 都是为了我们桃园村好 我们会努力的 以后 陈家就再也不用来桃园村了 走 我四复 听见了吗 以后你们要是再来我们村 我让你们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这陈家大院真是乌烟瘴气 多待一秒 我都觉得不舒服 走吧 你来了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这碗药膳是我亲自给你做的 你喝了就当我赔罪了 之前还说有三八成 现在转性了 还给我熬汤 不行 我得趁机逗下它 还好 我脸好疼啊 我感觉我的脸都要裂开了 江小白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 我又没打多壮 好歹也是天命破光师 这么记着 不行 除非你 为我喝药 倩倩姐 你脸怎么红了 你 我脸好疼啊 疼错了 送我欠你的 我喂你还不行吗 之前不了解你 就对你动手 是我不好 好 好 好什么 好辣 辣 我也没放辣椒啊 你 你 你怎么流鼻血了 混蛋 你在看哪里 师父 你是不是又惹倩倩姐生气了 这个小倩 还真是个泼妇 小北 疼不疼啊 果然够了 师父 有没有想过 如果倩倩姐 也住进来 江小北 柳青青和玲玲 怎么会对这个无赖 这么死心塌地 喂 快回来一趟 好 看你干的好事 你什么意思 居然偷偷暂住了一家医馆 现在不光桃园村的人 周边的居民 都去那里看病 我们集团的高价药材 都卖不出去了 你想怎么样 我要江小北死 为什么 他不过是个破光师罢了 那些高价药材 都是我们集团 最主要的收入来的 他江小北开了一米 用那些便宜药材 就能把病治好 你让我怎么赚钱 他没有错 他只是妨碍了我赚钱而已 你想怎么做 这包药粉 是我从西域弄过来的剧 你只需要让他服下 哪怕一口也行 任他江小北武功盖世 也不疑命了 怎么 不舍得了 你可不要忘了 你们的身影 都在我的掌位下 不用你提醒 我知道轻重 乖 你有把握吗 你放心 江小北对我没有防备 我有把 江小北 刘小倩啊 刘小倩 说到底孙家才是自己家 江小北 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你叱咤商场这么多年 怎么这次就犹豫了 江小北 这件事情就算我不做 他也会派别人来做 你终究是难逃一死 我也不想害你 不想干什么 亲姐 你又来给我送药膳了 今天早上 不好意思啊 我不应该那么对你的 江小北 你这是去了哪儿 我刚从医馆回来 我还问你呢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到底不想干什么呀 我只是 不想给你这个流氓送药而已 我爸爸给你早点死掉 只不过 又怕我的钱白白打了水飘 快喝了 这个药一天两次 你只有把身体养好 才能继续替我赚钱 亲姐 你对我真好 亲姐 你送的药膳真 你 江小北 对不起 我也不想害你 怪只怪 你挡了别人的财路 孙一迅 你确定刘小倩 可以得手吗 这小娘们虽然强势 但还算是听话 再说 她的一切都是我孙家给的 她注定要依附我孙家 那 集团答应我的事情呢 集团答应你的事情 我会忘记的 但这件事 不能跟集团扯上任何的关系 我明白 我明白 等刘小倩干掉了江小北 我要把集团拆得一干二净 抱上 把一切问题全部推到她身上 她是你老婆 你舍得 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 要多少有多少 再说了 集团答应我的事 我除掉了江小北 集团还会少了我的好处 孙一迅 我一心一意对孙家 你却这么对我 我真是瞎了眼 看错了 我都干了什么 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 要多少有多少 再说了 集团答应我的事 我除掉了江小北 集团还会少了我的好处 不行 我得去救小北 不能让他出事 师父 该吃面了 师父 你怎么了 师父 你睁开眼睛 看看林林 师父 小北 这怎么回事 这好端端的 他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小北 我也不知道 我一进来师父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清清姐 小北 水 热 热 小北 你坚持住 我这就去给你打水 你先扶着 师父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水 水 水来了 水 怎么办 师父连水都喝不进去了 水 是不是快不行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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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玲玲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不能慌 这样 你先出去打盆水 我们给小北降温 快去啊 去 小北 我一定会救你 你不是说 让我给你当媳妇吗 我还没给你生儿子 对这个混蛋 你可不能丢下我 快 快 小北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师傅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小北 小北 你可一定要赶紧醒过来 快 千景 你快来看看 师傅她到底怎么了 千千姐 你快想想办法 你一定要救救小北 我有办法救她 我们去六两爷家 取序名单来 我留下来照顾她 好 我们这就去 我们快去 走 走吧 小北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这么疼 都已经过去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怎么还这么疼 小倩 这都是你欠她的 我 江小北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江小北 催动心法 吸收能量 一举突破炼气机 成就筑击 青阳神宫 一遂气形 但卢国后 知尽知退 九转灵丹 岂有此生 怎么还这么烫 不行 我还得继续给小北降温 你干什么 你总算醒了 你在看什么 在看小贤挨打 你刚把我救过来 你舍得打我 偏醉 早知道就让你这个无赖烧死算了 我也纳闷呢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烧死算了 因为 我 姐姐 续命单我给你找来了 师傅 师傅你终于醒了 你这个混蛋 终于知道醒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幸福了 师傅 不过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我误学神龙石白草 你不小心 不施了毒药 江小北 你以后不能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 知道吗 清醒你放心吧 我以后绝对不会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师傅 灵灵也很担心你吗 不好了 小北哥 有人来找我查了 小北哥 你们 你们好好休息 我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去 肯定是孙语勋来了 孙语勋是谁 这件事情 我会慢慢跟你解释 好 咱们一块去 我今天 必须跟孙语勋做个两件 多亏了你啊老婆 我马上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做你的春秋大梦 你怎么可以这么和我说话 我还想带你去见见我 为你打下的江山呢 你别在这演戏了 你和神秘人的对话 我全部都听到了 你听到了 现在没了江小北 你觉得你还能活 是谁在呼唤小爷的名号啊 你 你竟然没死 你这个人渣都还活着 小北怎么会死 孙语勋 你这个混蛋还敢来这撒意 刘小倩 你坏我好事 你坏我毁的 集团不会放过你的 我只后悔 没能早点看清你 知道了你的阴谋 我自然不会一错再错 什么意思 小北 不用手下留情 把这个人渣收拾掉 好的 倩倩 没关系 跟我杀的 一样可以满足集团的记忆 来得正好 刚好 我可以试试我的实力 少在这大言不惭了 干掉江小北者 重荣有赏 这江大老总这么厉害 四十六七次会上级 过来呀 江兄弟 都怪我有眼不知泰山 你就把我当个屁 放了吧 你先害我再害倩倩 放了你 天理难辱 等 等等 你还有什么意义 刘小倩 救我 老婆 救救我 这都是你应得的暴露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意 你都不顾了吗 夫妻情意 你曾几何时把我当成过你的妻子 我只不过是你们孙家的一枚棋子 一个可以随时背过的工具人罢了 不是 没有 老婆 你相信我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别再狡辩了 你这个自私自利的人 别再说为了我 我只会觉得恶心 老婆 我对你的忠诚日月可见 如有半句假话 天大无雷轰啊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嘴里的任何一个字了 不用跟他废话了 我现在就送他去见阎王 等等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滚吧 以后别再出现在桃园村了 谢谢 谢谢 倩姐 别哭了 你再哭妆滑得都不好看了 谁哭了 只是外面的风沙太大 你住眼睛而已 风沙 哪有风沙呀 好疼啊 你没事吧 我也没死多大力了 我是心痛 我心痛你不该为不值得的人伤心 倩姐 倩倩姐 你亲了我一口 你得对我负责啊 小白 你是不是又惹倩姐生气了 我哪敢啊 明明是他媳妇啊 还不对我宿舍 好了 你们两个都别闹了 一会就该开饭了 小白 我还给你对了鸡虫不过呢 又是鸡汤啊 你想毒素啊 哎呀 有了你们三个 有江小北的人生 也算是圆满了